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黄石港饼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分享 好人有好报 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视频开始了 文员昆威电商本来 黄石特产第一篇文章准备介绍黄石港饼的 不过中国禁酒知名度高 所以黄石港饼放在 本篇文章给吃货朋友们介绍 黄石港饼是湖北黄石著名美食 黄石港饼是由面粉 芝麻冰糖小麻油金钱菊饼糖桂花等 十几种上等原料制作而成 至今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具有色泽亮丽 口感酥软等特点 已经被商务部评为 中华老字号特色食品 湖北黄石特产黄石港饼介绍 黄石港饼和普通的 酥饼制作方式是差不多的 里面的馅与我们尝 说的五人月饼是相似的 其中包含了芝麻 糖 香油 桂花等 香中带甜 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喜欢 黄石港饼到底哪家比较好吃 原坤威电商认为这 重传统美食还是要找一些老品牌 吃货朋友们可以找 黄石的朋友了解下 如今不少知名度高的老品牌 做的黄石港饼质量一般 价格却上涨的厉害 当然为了避免广告 所以坤哥在这里就 不具体的介绍黄石港饼的品牌了 当然对于这种传统美食 越来越多的朋友已 竟放弃了最本源的做法 已经很难找到小食 厚的黄石港饼的味道了 一些朋友并不喜欢 认为和五人月饼的味道差不多 对于大多数吃货朋友 有来说可能很难辨别黄石港饼的味道好不好 特别是不经常吃港饼的朋友 也分不出什么是好吃什么不好吃 不过老一辈的人大 多可以吃出来就是这个味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口味 如果你也喜欢传统美食 你也喜欢老味道 那么可以试试黄石港饼 如果你也对黄石港饼感兴趣 如果你也想试试黄石港饼 可以在各电商平台选购 袁坤威电商将不见 段给大家分享湖北各地农产品土特产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坤哥 好 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分享感谢支持 小伙伴们对黄石港饼 有了解了吗